民眾黨立委陳昭姿力推待遇合法化 質詢直接點名政院信品委員 你行政院的信品委員 那你長期聘了這幾位 態度偏激心理變態的委員呢 陳昭姿把苗頭對準 前台北市社會局長顧彥林 以及前立委黃淑英 當時共同聯署人包括顧彥林 他後來還當了台北市社會局局長 公然說不孕又不是病 怎麼會痛苦 我一講不到你爸爸媽媽死了 你也沒有病你為什麼會痛苦 今年三月長期擔任信品委委員的黃淑英 他近期告訴人家說 代孕是基於別人的子宮 我很想回他 你有種有本性有膽 你就這樣等待器官捐贈的人說 你們在基於別人的器官 被點名的前立委黃淑英 怒批陳昭姿每次都躲在立委言論免責權 大傘下進行人身攻擊 會向立法院長韓國瑜提出陳旗 陳昭姿的語出驚人引發網友踏罰 我有開酸 委員父母不是基本人權 不要為了滿足某些人的慾望 犧牲女性 在沒有良好配套措施時 讓有錢人可以買賣子宮或是人口 為了推代孕 陳昭姿還推總統賴清德 出來施壓政院 今年國宴 我說賴總統你還支持代孕嗎 他告訴我 他支持代孕的態度一直都沒有改變 他也認為說在事實的情況底下 台灣社會已經朝向更開放 更先進步更多元的時代 人工生殖跟代理育母這兩個議題 它有達程度上的不同 由於代理育母牽涉層面廣 台灣逐漸聚焦利他的無償行為 不能涉及商業利益 如果未推而推沒有良好配套 衍生的後續問題誰該負責 三磊學員陳君傑 日文 太平報道